我第一次知道 不能開印度人玩笑 是說他黑這件事情 那他們全住就是黑 他們就是黑啊 不是 因為我那個印度朋友呢 他們一整團全部都吃素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在聊天 就說那這樣跟你們出去吃飯 很麻煩耶 就開始問說那什麼你能吃嗎 鍋邊素也不能吃 他們吃全素 完全一點肉都不行 而且你跟他們出去呢 然後我們就開始很好奇 我自己要吃也不行 不行 因為這樣你就不尊重他 不然就是你不要邀請他來 然後我就很白目就開始問他說 那你可以吃雞蛋嗎 他說 沒有 很喜歡吃 因為有一些都是用那個動物油炸的 我說那巧克力你吃嗎 他說 印度人很喜歡吃甜食 所以他們可以吃巧克力 我說可是 我們就是在開玩笑你知道 然後他就立刻 我那個印度朋友就立刻轉過去問他 女朋友說 寶貝 我很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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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你不會拿擦防曬油 沒有 他後來是每天出門都擦防曬油 就是他沒有辦法忍受別人說他黑 因為他就說 我在我們家印度的那個村落 我是最白的 對 你笑印度人不要笑他們的輻射 真的 對 你要笑他們的口音 不會 你真的會聯想給你 他會在教小朋友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男生 就很喜歡學那個印度朋友講話 因為他很可愛 他會這樣 頭會這樣動 他不會生氣耶 他覺得好好玩喔 他覺得你們怎麼這麼喜歡模仿我講話 對 代表你們跟我很好 是 他們不會像你們這樣就是小鼻子小眼睛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也許他們也要這樣 好像很像 我相信你的板上等一下就很多印度的網友 對 在英國跟美國 如果你不是白人的話 你可以說到不一樣的種族的 什麼很黑的 他們長的怎麼樣 我們沒辦法 但是印度人跟黑人可以說 你非常黑喔 黑人可以跟印度人說 你非常黑的 還是華人也可以 就是白人我們就是要聽 不可以說 今天整個結論下來就是外國人真的很難相處 對啊 而且他們的地雷跟競技真的很多 所以以後看到這些外國朋友 不要跟他們聊天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結論 謝謝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8分之1強 下次見 拜拜